中国的汉式 我们现在解书法的人 解最古老的字就叫做甲骨文 那如果说你今天没有医疾的 比甲骨文还要长的 那我们就把它成为主人 那甲骨文呢 基本上来讲也被称为江平文字 那钻是什么意思 钻友文大钻缴钻 大钻基本上来讲 林始皇他统一文字 李诗写的那个小钻 以外的通通称为大钻 就是周朝的那个金童帝上面的那个金文 通通叫大钻 史古文那个都叫大钻 那历怎么来的呢 历就是历书基本上来讲 就是从钻到钻到历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什么来的 就是在汉朝那个时候因为占钻子 那钻完你还是有文书啊 那个时候就赶时间啊 所以就是比较 钻把它写得比较草 比较简单一点 那写到后来就变成历的样子 所以那个时候叫炒钻 炒钻到后来就转成历书 然后写在图子上面就叫做简 写在库上面就叫做博 然后行书呢 就是王羲之跟王羡之 那个时代最流行的 那个就是从中瑶开始 然后到后来就开始出现草书了 那草书的子主是水呢 就是王羡之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用文化的层面来讲 王羲之跟王羡之叫做博 对不对 但是我们历史上称王羡之为书生 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不论他们两个是父子 如果只认诸瓦的这个水平的高之一 到底水高水平 如果纯粹用意图的角度来讲 王羡之的诸瓦意图 比他父亲还要高 但是因为当时我们中国的领教 认为你何止不可以超越父亲 所以呢 书生还是王羡之 还是称王羡之最厉害 但是为什么王羡之他超越王羡之呢 原因就是说 因为王羡之虽然给他父亲的字 但是他写到过来 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子 熟人真巧 王羡之写到他很巧的时候 他既然能够把他父亲写的字 一个字一个字写 就像颐约然写的书 他是草书 但是他一个字一个字写 这个叫标签草书 这是以后能够把他赶出去 最早的时候写字 就是一个字一个字这样子 但是到了王羡之的时候 才开始发两三个字 一笔写两三个字 是从王羡之开始的 所以王羡之是我们中国的书法的 草书之书 这个有的时候很多人知道 我们就先带一下 那很多人都以为是先留凯书 凯书不是先留 我们现在在印刷里是凯书的后面 但是在凯书还是在草书的后面 那所以呢 我刚刚跟大家分享解书 练几书 为什么现在的人练书 解到不能练几书都很快乐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我看啊 讲那个拿笔 对不对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入门的方式做人 你现在解书啊 常常很多人都会交朋友 干什么 很多人开始去解书啊 他叫做干什么 练几百书 对不对 基本上那是不对的 但是杰大夫人都会这样子 有没有发现 我们的文字是这样子来的 有图成 像临 断立 点 活 你这些都还没有理解 你就来写这个 你完全都不知道 为什么这个字是长这个样子 那你就要来写这个字 所以你一点都不快乐 不好玩 你要用死背了 也背得很痛 要硬磨磨 为什么会有凯数这样子来写条 是经过这些转变 那你这些线条都不熟悉 你要写这个 所以 当然也来冲 所以 我们基本上快乐养生书啊 会玷污团 让你书画同流 从这边开始来 你解字就像画图 画图就像解字 而且很快乐 而且让你知道说这个字 他转到后来变这个字 他经过多少次的文字的变化 然后这个文字变化当中 你还会发现很好玩的东西 就是发现说 啊 原来那个当中 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不是有很多文字的老字 当中有人解错 所以后来降错就错 我们讲约定俗成就这样 所以这个研究 研究书法 同时研究文化 同时研究文字 同时可以做文章产业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大力去推动 推动这个东西是希望 能够在短短的时间里面 绝对不会超过两年 如果两年台湾再没有那么动作 都会拔到那种概念 这个文章产业 如果拔到文章产业 台湾再不赶快再 大概成不到 大概两年过以后 台湾还要混费这两年 所以我们希望赶快来推动 现在出现的决定 所以就是毛泽东哥了 当然我刚刚跟大家讲的这些 是我们现在一般常常在做的 我们中国的汉字只有这样子吗 不止 我们的中国汉字还很多很好玩的 东方文主文 鸥童书 还有李真书 里面呢 九童 那个九童传 中国的汉字 基本上来讲 如果真的是在研究中国汉字 它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文字 所以 研究汉字是很好玩的 它非常的深厚 当然有很多的东西 所以我们没办法用文字来讲 就把它成为成本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的姓氏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东西 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叫做德国风景 可能有的时候你们会在国外或者到日本 会看到这个logo 在台湾比较不容易看到 因为文明的国家才会看到这些东西 为什么 因为文化创意产业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我刚刚这样跟大家介绍说 文创产业必须是要走向全世界 但是你必须要理解 文化创意产业是文明的国家才有的产业 所有的国家本身是不常不创意产业的 不过我们人家跟他梦文化 这个很现实 所以文化创意产业是在进步的国家 就是你从 吃了饭肉 真理上的地球满足人肉 你才要有办法进去 那个天理上的 那是过程 那德国宏典大奖是什么意思 基本上如果要同事 设计 或者是同事文创产业 那么全世界 最重要的 代表的 像这样就这个 他就等于说爱电影的人 最重要要得到什么奖 奥斯卡金像奖 那个脚筋人 他就是设计界的脚筋人 所以我们台湾现在有很多大学 大传学校 他们现在有很多文创计设计 最重要的 他们要招揽学生来读 来读书 来学校读书 就是靠这个奖 学校能不能判他们 得到这个奖 这个奖的地步有多少 这个奖是 套称世界 最难得到的奖 也是空气力最高的奖 那为什么这样子呢 为什么这样子 我们就要配伍德国人 德国人办这个奖 为什么会成为全世界 也就是美国都承认他 美国那么大的国家 都承认他是第一的 原因就是说 他的这个比赛 参赛的国家 实在是世界各种 然后他的国家 他的比赛是什么样来的 他是全世界 找不同国家的 有那样子的资格的人 来当比赛 而且这些比赛都是独立比赛 简单的讲 你要走到这边讲 你没办法作弊 而且你的东西 一定要够好 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 你的东西不是你说好就好 你要让不同国家的人 都说好才有用 因为他是来自不同国家的权权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来帮你打分数 那你要背景的人才有用 所以他的难度很高 那 刚刚看到的这些 作品 他基本上来讲 目前打破德国红铁的记录 以后会不会有人来打超越 不知道 什么意思呢 德国红铁一般来讲 就是一个包装设计一比赛 或者一张海豹一比赛 对不对 你们这样在看 好像有一定像是一张海豹 对不对 基本上你们这样 我把它融合在一起 这里面的包装设计 是104张画 换句话说 104张画 每一张都得到德国红铁铁 是一次中级比赛 然后一次让世界的平等 全部 这个是独立投票的 独立打分数的 没有办法做并 他 惊动了德国的资金党 红铁的资金党 因为 已经打破了德国红铁铁铁 那这个是台湾的金党 台湾的金党 是经济部工业局设的奖 这个要学红点 所以你看 我们那个红色的红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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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铁�铁������� 也没有能力邀请世界的人来我们台湾山山 但是他现在是代表台湾的最高奖项 这个是 跟大家分享一下 刚刚那些图 他跟文少产业有什么关系 如果他是一张画 那买一张画画在家里就是漂亮生活美学 如果他是跟你自己性质有关 他就拿来关中药 但是他怎么样变成产业 这个是 纺织研究所 纺织研究所在 浦城 那如果大街就是在永运站 那纺织研究所那是什么单位 那是我们国家 也是工业底下的一个单位 就是一个研究单位 他这个纺织研究所里面 我去的以后才知道吗 里面百分之 八十几 的工作的很多是博士 剩下的大概百分之六十几是博士 只有剩下 少数几个 他是一个研究单位 所以他们的研究准备很高 那为什么台湾会 会有需要这个纺织研究所 因为 过去可能大家对这个纺织研究所 可能就没办法织研究所到底有什么用 因为台湾没有生产的研究 所以台湾就靠化学纖文 但是化学纖文就是要靠研究 那我们现在都知道 现在这个酒鞋 所有的最好的是台湾在做 那个什么跳水 游泳 或者登高山穿的衣服 那个运动用的衣服 全世界哦 全世界现在所有这些机能型的最好的衣服 通常是台湾也发出来的 甚至你们如果到百货公司去 你看到衣服 看到夹克 他挂那个吊牌 如果上面有那个咖啡豆有没有 那也是台湾也发出来的 那是什么意思呢 新巴克 台湾不是到处都开新巴克吗 卖咖啡对不对 让咖啡煮好了 增加多咖啡在干什么 前部就由一家公司把他收走 那个老板定财 他把他收走以后 因为他研发 用咖啡的辅 再去把他做成丝 丝成布 那这样子叫什么 叫做法报 叫做再生能源 外国人最喜欢 因为现在谁觉得都在讲方法 所以这样子的东西就很容易叫国际 所以国际上的大品牌呢 就任意下定在台湾 然后这个第五顿 上面都怪那个牌子 靠位都在 那现在 广志研之后所最近 为了文章产业 广志研之后所最近做了一个 你们讲都讲不到 台湾 马祖庙 很多 对不对 马祖庙 最成功的 最 最精胜的 江湾最广 是哪一间 台湾 金南京 有没有 烧镜有没有 你知道金南京 一年下来那个江会 台湾 拜拜修阳 阿妈都这样 阿妈都 上江那个 宴啊 宴啊 江会 那一年有多少钱 那一次 反正也就有所法 把 正南宫的那些江会 全部收回来 一年有两顿 江会 那两顿江会干什么 把它 用我们研究所的技术把它 做成丝 跟那个咖啡一样织成布 一年收到江会 织成的布 就是那些布 然后把它做成衣物 然后在 郑南宫那边的江会 来 一年有多少钱 一年三妈做 妈说 你怎么做 不过 这个就叫做文创 文创就是你要有 妄议 你如果我今天 走那边妈做拜拜 妈做的兄弟来 帮我做一年三 这样有不过 所以当时 反正也就是 研究一年三 研究的 直接把他们说 一年买名 我说你这边不是 反正真的不过 你现在想说 到这做一年有多少钱 那这个是 纺织研究所 纺织研究所 只是在国家的大陆 他在帮 台湾 做纺织技术 所以全世界 有很多展览馆 每一年多为 国际纺织大党 有的时候会在我们台北市的 世贸办 那以后可能会在南港 那个 展览馆办 那反正研究所他常常要 世界各国进展 但是因为技术也经常不见 对不对 所以反正研究所他就跟我合作 他用 百家境古城 去把他 印出来 在各种的技术 用他的技术把他印成各种的东西 然后去展规 然后去展规 然后不管是到德国去展规 到哪里去展规 或者在台北展规 然后他就这样把他呈现出来 那人家就会被这些图层很漂亮的图层 因为他是东方文化 很容易吸引希望 希望能看到东方文化 就靠过来 然后靠过来的时候呢 他就是跟他介绍说 这一个 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技术 制造出来 这一个用什么样的技术制造出来 这样子就能够请教育的技术 那他如果喜欢这样子的图层 进不进 当然进啊 下地单就进 所以这个就是跨界合作 这是广制研究所 从我这边做的跨界合作 那这个 2011年 台北花博 阿富博那个时候 远东有用一个广特评定做一个流行馆 那流行馆里面呢 既然叫流行馆 就是里面每天都会有一些模特站在那边走秀 他会安排时间嘛 做表演 那那个时候呢也是一样 用百家进驻的呢做成 礼服让模特去走秀 那大陆常常邀请 去展览 那从第一次进大陆那天开始 大陆的中央就派人来邀请 一直希望 这些东西能够在大陆回来 那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没有答应 所以我一直希望他能够跟流台湾 那去大陆很多的地方感染过 那大陆呢 在大陆感染 被大陆非常的懂事 所以大陆他们的 曾经他们媒体人在讲 大陆是一人口 最少有两亿人看过百家媒体 因为他是全国的媒体在报 不是 只有一个 城市的媒体在报 大陆因为要发展文创 所以大陆的中央刚开始的时候 就拿百家信图层做 他们的文创的 那个教台 在 工部门开会 他们观光开会 或者是以外 全部拿 常常常会用到百家信 然后甚至跟台湾的合作 还把百家信图层 在大陆展览的 当作他们 来参加台湾的 这个 教育影线 在南京、北京、上海 在大陆比较大的 卓士几乎都展过 那我最近把重点赶在战装 我为什么把重点赶在战装 我大陆做一种文化健康 孔子的故乡 还是真的文化水平比较高 那他可以应用的东西很多 那刚刚我有听到好像 基本上 要教掌他 到我那边 坦白说 我是 第一次 正式开课 因为我很 包括 邪教要我正式开课 我都没有 但是我为什么会答应要教掌 因为 邪教掌他本身 就很积极的投入在 我们 这个 教育 在 邪教的时候 在中正的时候 我在指他 我就非常的费指他 所以 也希望说 在 他在社大这段时间 我希望说 我们今天在社大这边 重点不是在开课 重点是我们来 惦恶一下 台湾的思想 惦恶一下社大 有没有可能 我们社大来发掘 发掘得出 用基隆寺的社大来带动台湾的社大 用我们 社会 社区大学的 我们这些人的力量 来改变台湾的未来 因为台湾曾经创造 经济体积 对不对 但是台湾创造经济体积 不要问题 那是大家 每一个人 先顾 努力 努力的攻击 因为那时候全国总统领防 家庭 基工堂 有没有 所有的家里面都在做家庭代工 那希望我们 透过社大 透过基隆社大 我们能够再一次发挥 其他力量 繁接起来 为别人的力量 让我们 能够把 台湾的文创 成为中华的文化代表 那如果台湾能够成为中华的文化代表 你就不用担心台湾的孩子以后会 找不到工作或者是他的生存太长 当然这个是应用努力的 你可以看到他可以应用的东西很多 从城市美甸 我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个概念 什么叫做 中华文化在台湾体现 我们刚才讲说建筑是强迫界的世界美甸 像日本就很漂亮 到处都很漂亮 欧洲很漂亮 如果台湾 我们的建筑 开始用中华文化来包装 选台湾整体到哪里 他就是一个中华文化的代表 那这个台湾是不是整个全世界的代表 带房子不一定要很高 101有多高 这不了多久就被上海 拼搏器了 上海那个屋顶都还没有弄好 人家路败就已经超越他 所以比高的比较特色 所以建筑如果他有特色 大新的建筑就会有保管的价值 那同样生活用品 我们 现在因为物质比较丰富 比较不像以前 那个 早期的台湾还比较贫 早期台湾还比较贫穷的时候 大家也喜欢干什么机油 基本上人类本来就有收集东西的这种机油 那为什么 因为是从 那个人类收集食物的 行为开始 因为 冬天会找不到食物吃 所以 很多时候秋天就开始 要收集一些食物 才能通过冬 所以人类 动物本来就收藏东西的问题 那我们今天 什么东西叫做传家宝 各位有没有想到一件事情 故宫的宝是中国的宝 故宫那些宝贝大概是 中华 的宝贝 就在台湾 人类的 如果说讲 中华文化的 宝物的代表 就在台湾 什么概念 在你家里面一代团一代的叫传家宝贝 你家里面什么东西一代团一代 有没有想到什么东西 就是你的信 如果你把你的信 做成 这些漂亮的生活用品 当生活美学 做成 珠宝 或者做成艺术品 当你的传家宝 他就是真正的传家宝 因为他有你的信 所以这个东西可以玩收藏 那他可以跟什么产业合作 文算产业它是什么样的产业 像我们现在 在做的 就是这个 他 可以教学 可以合作 他可以 设计 制造商业合作 他可以提升 化妆 变成文化会 他可以成为一个主题性的商店 像我刚才讲那个 金巴克 金巴克是什么样的概念 金巴克不是台湾的品牌 麦当劳不是台湾的品牌 肯德基也不是台湾品牌 要想造一个服务品牌 坦白说他要挖很多钱 那要 固度很大的力量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商店 假设他是一个反家性 固承的主题商店 我们很简单说就是一个百家性咖啡店 那他是不是一个品牌 他是不是很容易就有打他量一个品牌 他叫做文化 然后你今天呢 可以把咖啡杯 用百家性固托的酱房自己就有什么样子 去把它烧在咖啡杯上面 然后你可以卖咖啡 可以卖杯子 外国人来喝咖啡杯 对点杯子都卖水 我们外国人非常重视世界 那台湾 我们讲过你要 把环境掌托 水天掌托 外国人是来玩来讲座 你自己先讲座 所以这个是 文化社区产业就是一个跨领域的产业 那当然大家都有很多的公司 和他的盛送礼品 那 所以他只要能够增长出来的东西 他都能够配 那 文化研究 旅游研究 我们刚刚在讲的 暗地考 上海的迪士尼 东京的迪士尼 那是美国 那台湾呢 有一个旧文化 如果说今天是把它打造成一个百家庆的文化研究 那他有没有特色 就文化圈大家如果有进去想要去看一看 那百家庆土成的文化研究 我有一个朋友他姓 他 当然这个或是你都要一年聚会 因为打造一个文化研究 土地要有一个投资 那朋友姓 他就很有兴趣 他说如果 是他找到基督 你不要来国庆文化研究 名字叫王国 我说为什么要去王国 他说你姓王国 他说你姓王国 我说两个岁土地 名字姓王 我说没有关系 只要你找到就是王国 这新世人吗 公共艺术文化建设 之前 有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到那边聊天 当然你看有的时候会有一些 可能就是政府官员 那有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讲到这个 我是觉得政府 他本身在公共艺术 政府是一个领头养的感受 如果一个国家要进步 政府的公共艺术如果他没有把他 公共建设如果没有把他加入艺术 是真正的艺术不是那种 思想说说的那种 但艺术 如果政府真的要好好找到一个目标 公共艺术是最重要 因为公共艺术 基本上如果没有做好 他就有庞大的事情 公共建设如果没有做好 因为公共建设做很大 公共建设如果没有做好就庞大的事情 公共建设如果你把他做好 他就会很重要 所以我们都会看到一些世界 世界上有很多建筑的代表 那基本上 漂亮不漂亮都是要水八坡的 大家 都可以 看得到 那现在 海峽两岸因为中国大陆跟台湾 因为现在 就是 我们总 坦白说中国大陆会进步这么快 中国大陆 会进步这么快要感谢台湾的商人 如果没有台湾的商人去中国大陆设厂 去教他们怎么断股 他有哪个人怎么坏 所以两岸 今天 会走到今天这个样子 中国大陆要感谢一个人叫鄭小路 如果没有再交给大家 找台湾 会去跟他们合作 当时透过理工要 来找蒋英国 今天大陆不会是这个样子 那 国务馆美术馆 基本上来讲每一个城市 他都应该有一些 国务馆或美术馆 当然今天台湾已经有一个曝光很大的一个世界级的 国务馆 但是各个城市应该都要有地方给的美术 包括国务馆 这个是代表一个城市的文明水平 也会带动旅游 那我们金融市 除了阳明 以外好像没有 所以金融市这个来简洁 我们也希望说金融市能够将来有机会 做一些小品的美术馆 跟博物馆这样 那所有的这些单品 做法 他基本上怎么样去行交国际 行交国际基本上来讲他本身就是跟商业什么有关 就是一些贸易型的文化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一个 文算产业他基本上就是说 他是 整个国家的产业 他不是一个单品的产业 那文算产业他也不 代表说你今天一定要懂文化才能投入 因为比如说我刚刚在讲 如果我们真的要把金融市 假设如果我们今天真的要公正来代表金融的文化 来推动人化 那我们是不是要先把那个 天气件捏起来 要把天空做漂亮 那天空做漂亮我们要什么来做 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动员 早上不是有很多老人家 会到山上去找学会找机会 我们就带风筝到山上去跟老人家互动 如果金融市的三桌都开始早上 早学会都开始放风筝 然后 金融市的旅游景点就开始有人在买风筝 开始有人在跨风筝 那这样子 这个港口 把风筝变成这个港口的产业 卖风筝的人 他是不是一个工作 他也是一个工作 我们 过本状市集 不要一天到那个 我们在赚一个钱 跟他们的没有人 就是卖风筝的文房市 在居游市把它点亮 他能够 取代 放天灯 我不是可以要哪要放天灯 是我们要执事 如果天灯他可以改变 不要用黑油 然后他可以回收 不要他到处乱飙 然后到处 甚至发生那个网造战的事情 然后不要到处造成河流污染啊 还有发行污染 如果他很回收 那基本上 还是可以 那能不能回收那个要 要靠地址的地点光 如果说今天这个东西 他是靠 不是用灵火 如果是说用LED 他能够飞上去 然后他还能够透过遥控再把他回收 那就被鼓励了 这个这个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就是说 希望 让大家 能够多一些讲话 那 基隆市我知道有很多那个 设计 好像有 现在还有 还有什么那个设计发展协会 基本上我是觉得 不管是什么样的单位 如果真的有必须要发展很快 哎 如果说 想要发展再次测试 如果 有需要 就是 多一些讨论 如果有需要的时候 如果 跟我一个时间 如果有需要的时候 可以 来共同这些 关注的事情 如果我能够帮忙 等我一定的 好吧 好吧 那今天还是要 再次的谢谢大家 赞朋友大分 非常感谢 王老师 你们穿过 马祖的衣服 我们呀 不喔 对 我还第1次听到说 马祖也有在做衣服 我们有改天去 大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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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香 济香 我们没有去济香 因为我还没听 我今天是第1次听到 说马祖也有在做衣服 给人家穿 我们也穿一穿可以博比较 今天非常感谢 我在中任国中的时候 本来想说因为中任国中靠近这个主谱团 每年我们中年级的时候都有这个 个姓氏的那个 轮的主谱 所以我本来在中任国中就想要设计 请他来设计这个买家去 把他在中任国中每年来做这个 轮到哪个姓氏的时候 那时候学生就可以推到那个姓氏跑出来 可惜在公共艺术的时候 在比较的时候中间过程没有处理好 所以没有做成也觉得蛮遗憾 不过我们再次掌声来感谢我们这位老师